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哈哈 As you can see 如你所见 我现在在上海的隔离酒店里面 我这次回国是从德国毕业回国 之前还在读书的时候也回来过几次 但是每次回家像旅游一样 拖上行李说走就走 这次彻底回来就有很多在德国的大小事情要处理 整个这个流程走下来 是比我之前想象的 比我之前的预期要麻烦要负担很多的 所以如果你近期要从德国毕业回国 或者是说与毕业无关 只是要从德国彻底回国的话 就要好好看我这个视频 我在这个视频里给大家梳理了一下整个的流程 然后还说了很多的注意事项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接着看下去吧 因为事情真的很多 所以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思维导图 我把它放在这边 我真的不愧是学功课的 我真的活该学功课 我先整个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思维导图 这一共是有六个模块嘛 每一个模块之间都分别不影响 都可以同时完成 是并行的好吧 只有左上角紫色这一块是跟毕业有关系的 如果你不是毕业 但是是要从德国彻底回国的话 其他五个模块没有影响 就还是要去完成 首先是左上角的紫色的模块 毕业这一部分简单来说 你修完所有的课 拿到所有学分之后 包括写论文 改论文 打印去上教 像我还有预答辩 然后最后的答辩 整个这个流程下来 在理论上你就已经毕业了 但是从你答辩完到你拿到毕业证 我们学校我问了一下是大概要四到六周 一般来说现在要两个月三个月的样子 我是等不及了 所以我就提前回来了 拿到毕业证之后 你才可以去做退学的手续 就是Ixmatikulation 办了这个退学之后 你可以再尝试着去退一下学期费 距离开学时间越短 你去办理退学 能退回来的手续费就越多 这都是真金白银花出去的钱 大家不要让资本主义 薅到自己一分羊毛好吗 以上这些就是你在德国毕业 所要做的流程 如果你像我一样要回国的话 就还要做一个学历认证 其实就是在教育部的一个网上 上传一些必备的资料 比如毕业证 护照的签证业 然后还有拘留卡 要教育部认证一下 你在国外读的这个是正规的大学 不是什么野鸡大学 整个的费用是360块钱 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 没有拿到毕业证 就留回国的话 也是有办法办学历认证的 你确定自己的学分全部修完了 答辩也通过了 你就可以给学校写邮件 让他给你看个证明 这个证明上要说 你已经在他们学校修完了 全部的学分 已经拿到了学位 只是暂时还没有拿到毕业证 自己再签一个声明书 还要上交教育网的账号和密码 可以去查你的成绩 有这三个东西的话 你没有毕业证 也是可以在教育部 做学历认证的 说的我口有点干 然后就说右上角 这个房子这一块 一般情况下来说 不管你住学生公寓 还是住私房 还是住房屋公司的房子 至少要提前三个月去跟他说 有些人可能就是几个朋友 搭伙去租的一整套房子 假如他们离开的顺序不一样的话 这个房东或者是房屋公司 是不会因为走了一个人 少住了一个人 就给你们整套房子 降房租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还是要提前找好 找好一个接着你来租这个房子的人 这样可以减小经济损失 大多数情况下 在德国租房子 怎么租的就怎么还给他 也就是假如最开始没有家具的话 你最后还给他的时候 也要是把它清空了 没有家具的状态 这种情况找一个Nachmit 就是最方便的 你让他租你的房子的时候 可以向他收一部分的Nach费 让他接下你所有的家具 像我那个房子 就是走的时候没租出去 这样就必须要卖家具了 我最近把它挂在了 Ebay的Kleiner Anzeige上面 但是就稍微有一点麻烦 它不是能像普通垃圾一样 随便扔到大街上的 所以大家最好还是 提前把它处理好 然后就是买闲置物品 我大概在离开前两三个星期 给我所有的闲置物品拍了照 然后发在我的各大微信群里面 打蛋器 电子秤 路由器 体重秤 这些东西其实很好卖 像我最后要走的时候 实在有些东西没卖完 我就整个哈努威到处逼着我朋友 收我的破烂 这个人收下我的咖啡机 那个人收下我的榨汁机 然后我的朋友提醒我 有些房子可能电啊网啊 都是他们自己去签的 更麻烦的有一些可能连水啊暖气 都是自己去弄的 所以大家的房子如果电网 水暖 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签约的话 最好还是 但你决定回国 然后决定要把房子退掉的时候 就开始在网上看 到底它取消的这个政策是什么 有一些可能要提前两个月或者三个月 我觉得能早一点说早一点确定就少出一份冤枉钱嘛 然后来看中间左边的这个部分 阿玛登 在德国你就是必须要在一个固定的地址上 阿玛登就是去登记 如果你搬家了 你也必须要去阿玛登 居留卡背面的那个地址给改掉 在整个他们政府的系统里都是有记录的 每个房子 它只有固定的 可以阿玛登的人数的上限 所以如果你离开德国你不去把这个地址给取消 给阿玛登的话 这个房子就没有办法给下一任租客来 阿玛登 只能在离开德国前10天之内去办 10天 这个阿玛登最重要的就是要拿一个证明 阿玛登 可以线下办也可以线上办 其实需要的资料很少 就是你的居留卡 你离开德国的时间 回到中国之后的一个固定地址 但是你在线上办的话 阿玛登就要邮寄给你 德国的这个邮寄速度 是我很不放心的 就平添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是在线下去办的 线下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现在必须都要约Termine 大家如果要阿玛登的话 就直接搜索阿玛登 然后加你的城市名就可以了 而且我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它的Termine特别的紧俏 所以大家如果要线下办的话 还是提早去约Termine比较好 看右边这个黄色的各种合同 其实简单来说 你就是要把你在德国的各种合同 给取消掉 给昆地根掉 其中最麻烦的就是医疗保险 像我念书 然后要把这个医疗保险给昆地根掉 它又需要三个材料 第一个是我的机票 第二个是我的退学的证明 第三个就是我那个注销的阿玛登 但是我打电话给了我的保险公司 然后我跟他说我什么时候要离开德国 什么时候毕业 所以他们已经帮我办了 在我离开德国那一天 就把我的保险中止掉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拿到毕业证 还没有退学 所以等我拿到我的退学证明之后 用email发给他们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网上都可以办的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保险的交钱的问题 完了 开始消毒了 它来了 它来了 它带着消毒器走来了 一般来说公保就有TK和AOK 我用的就是TK TK最麻烦的就是 它这个月15号才扣上个月的钱 也就是我4月底离开德国的话 我4月份的保险的钱 要到5月15号才能扣 但是5月15号我已经回国了 所以我又给我的保险公司打了电话 我要他给我一个Bankfield Bindon 给我一个账号 我提前把我4月份的保险费 转到他们账号里面 下一项要取消的呢 就是各类的银行卡 线下是肯定可以办的 而且不需要任何证明 就跟他说你要取消 他就能取消 我是去线下办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德国的保险金 是存在Sparkas的存折里 然后当时我打电话问 能不能线上取消 他说好呀 那我给你寄封信吧 然后过几天我收到一封信 因为你的存折里面还有一毛九 所以我们不能注销你的存折 你必须把这一毛九取出来 再来注销这个存折 听上去好像很合理是不是 但是这个存折 它是没有网银的 你要把它取出来 那就意味着 你必须要去线下的柜台上 才能取出来 我就不想去嘛 我就跟他打电话 我说我能不能不要这一毛九 我就卷给你行不行 然后他就说不行 他不收人民群众一针一线 所以既然我反正要去线下 所有的银行卡存折 我都是去线下取消的 关于银行卡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就是我觉得很不合理的一件事 比如你星期一去买菜 然后刷卡付的账 账单可能要到星期四星期五 才会在你的卡上体现出来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要把银行卡取消的话 提前差不多一个星期就可以开始不要用这个银行卡了 免得最后取消的时候 还有那些没有提现出来的扣款 后续就会有一点麻烦 最后一个需要取消的就是电话卡 电话卡一共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是prepaid 就是那种你要是没花费了 你就自己买个花费卡往里充的那种 那个就可以不用管它 因为它要是没花费久了 它停机了 这个号码它就自动就给别人了 它不会为你保留的 还有一种就是它给你的银行卡绑定了 每个月会固定在你的卡上扣钱 这种电话卡办卡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合同 合同上就会写 quindicals per case 取消它的期限 有一些可能是必须要12个月之后才能取消 有些可能24个月之后才能取消 有些每个月都可以取消 大家就是看自己当时的合同就可以了 然后来讲左下角这个蓝色这一块机票 如果是留学生回国的话 可以试试问你想买的那趟航班的航空公司 能不能买留学生机票 一般在他们官网往下滑 最底下会有一个联系我们 上面会有邮箱或者是电话或者微信什么的 我当时是给东航那个法兰克福那边打了电话 想买那个从法兰克福回长沙的 回上海 然后要提供一些证件 比如我的学生卡 我的居留证证明你学生的身份 所以我的机票不是在什么非诸协程官网上买的 证件传给他之后 单独帮我出了一个账单 钱转给他 然后他再单独一对一的出了一张机票给我 这样的话留学生机票就可以从一个23公斤的箱子 生成两个23公斤的箱子 下一项就是疫情期间回国必须要做的两个检测 其实不是48小时之内 是两个自然的天之内要做 比如星期四晚上10点钟的飞机 你不是星期二晚上10点钟之后才可以做 从秒针跨过12点来到星期二的那一刻开始 你做的检测都是有效的 现在是要做一个淹饰子的核酸检测和一个血清的抗体检测两个都要是阴性才可以回国 我回国的视频有些人就问我检测是怎么约的多少天 我很诚实的告诉大家我不知道 因为是跟我一起回国的朋友帮我一起约的 我好不容易抱到一个不用我操心的大腿 我就安安静静的我就跟着他走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像我一样所在的城市不方便做检测或者是压根做不了检测的话 就还要提前一天或者是两天去机场 所以还要预定火车票酒店 真的汉诺威你反省一下 你作为夏萨克森州的一个首府 你做个检测那么麻烦 哎 反省一下汉诺威 然后右下角这块绿色的大包型 就是最重要最复杂也不是复杂 最麻烦的耗时最长的 我首先来了一波断舌梨 就确定出了三类东西 一定要的坚决不要了的 待定状态左右摇摆可以看情况决定的 看学生气文 买的时候买大的一个码 就有一点小安全会露出来 真的买衣服不要是大一点点小一点点 难得换无所谓 该退就是要退 有明显污渍 绷在你的肩膀上 只能保持这个姿势 它就勾线了 我的胯就会显得更宽了 我配不上它了 我很喜欢买衣服 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放在那里我的灵魂才完整 但是现在我就要把自己的灵魂 一步步变得超离破碎 这一件不要 1 什么东西啊 2 第3件 4 就怎么来搭配它呢 5 7了蓝朵球 6 算了不要了 7 我的小腹就很明显 没有摇身 第9件 我穿着它我就等了 无法复习 10件 我不要了 这件不要了 这件12了 我觉得我今天扔的东西 不说有一万块钱 怎么也有个六七千块钱吧 第1条 第2条 铝穿铝卡当 第3条 它太透了 可以看到我吗 卡当 第4条 不再也不买白色裤子了 第5条 穿着不好看 第6条 第7条 扔掉 好紧好紧 第8条 这是第9条 第10条 要扔的两箱东西 寄回国的东西 我建议大家先确定好自己要用什么物流寄回国 然后在物流的官网肯定会有它要求的纸箱大小的上限 和它所寄的包裹的重量的上限 然后去买纸箱子 你时间充裕的话就可以在亚马逊什么的上买 我当时时间来不及了 所以我就去Bowhouse建材市场买的 现在Bowhouse和OVI什么的都不开门 所以我是在网上下单 然后自己去提的 这个箱子真的够大 这边也有9公斤啊 还要我的鞋 帽子 穿一次 好累好累好累累死了 这边就都是我的笔记 我拿垃圾袋给它装一下 9.9公斤 哎呦我的天 哎呦我的天 哎呦我的妈呀 反正收拾到最后 我一共是寄了3个30公斤的箱子回国 昨天去查那个箱子 它刚刚到德国的出关的地方 就是现在还没有离开德国 里面其实就是书 书其实没有多少 就有了了几本 我所有的笔记的资料 这都是我灵魂的一部分 我不会丢掉它的鞋子 包包 哼 还有一个滑板 然后剩下的就都是衣服 两辆车 看了多大 又来一辆 去给超市送货去了 下一部分呢 我写的是捐掉或者扔掉 这些总的来说 其实就是你不要的东西 但是什么过期的化妆品 写过的草稿纸 穿过的贴身衣物 这些肯定是要扔掉的嘛 这个漂亮的包就放在这里 希望有缘人给它再去捐 我还有好多衣服 它质量还挺好的 但是我不喜欢了 或者是我穿不下了 直接扔掉呢又有点可惜 所以我都把它打包好 捐到了衣物回收的地方 看我破烂的拖鞋 还是真的寿终正庭了 先累收一下 这样捐的时候别人跑收拾一点 不要拍的 我再包进去 它就没有不要拍的了 对 最后一个部分呢 就是托运行李 我这次回来 一共是两个大箱子托运 然后一个小的登机箱 还有一个书包 还有一个单肩包装便子产品 我在上一个视频里面呢 详细给他介绍了在酒店隔离期间 必须要带的一些东西的清单 除了我上一个视频提到的那些东西之外呢 我的箱子里放的就是一些比较贵的 或者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不方便邮寄的东西 比如我所有的化妆品的囤货 所有贵的包包 贵的鞋子 还有护肤品的囤货 这些东西如果邮寄回国的话 在海关那里就很容易被睡 而且如果丢了 就真的很心疼 有些地方它登机箱可能是要查重量的嘛 像我以前每次回国都是走法兰克福德机场嘛 所以我知道法兰的安检是不成登机箱的重量的 所以我就把所有重的东西都往我的登机箱里面塞 要不然我的托运行李就会超重很多 我小小的登机箱里面放了 七八个本子 各种资料 还有一本我这么厚的毕业论文 最后那个小小的登机箱 有16公斤 它的规定好像是8公斤还是多少 它真的承受了太多 好以上六个部分就是毕业回国必须要做的事情 还有一个最后但是也最重要的是 好好跟你的朋友告别 我还没转完我就听到你在叫 我还没转完 哈哈哈 我还没转完我 我还没转完我 你怎么没听过 现在11点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2.06 熬最贵的夜 收最贵的面膜 收最多的心率 在这个房间的最后一夜 梦里都梦到我朋友来接我 然后按我家门铃 把我吓醒了 今天又注定是很累的一天 好好的 谢谢 今次阿威要宣布第十一名 她从未进行过长短 完了 那就不是庆年 你都拥抱了 她就是庆年 我的庆年没了 我的房东姐姐送给我的酒 请自变 你们刷标 屁服了 为什么在汉东威的最后一天 我还要在这里做饭了 我昨天搬到小王家的时候 冰箱里和浴室里所有的破烂 都塞给了小王 like洗发水沐浴露护发素 一颗生菜一颗白菜一盒鸡蛋 就是所有剩下的 逼着大家全汉东威我的姐妹 收我的破烂 昨天小田来接我的时候 租的是久坐的车 就我们刚入学的时候 小田答应我 我毕业的时候要给我租个家常林肯 结果消费降级 变成了家常面包车 气死我了 我可不负责 剪坏了 我可不负责 等一下 这些都自己理发 手把手交易 我不要 我不学 我不学 别影响我 我是一张白纸 你别影响我 手把手 是这么拿吗 麻将都卖了 明天他就不属于我了 明天我走了 我在汉东威所有最快乐的时候 都是跟这一副麻将有关 这是我毕业的时候 民国送我的 喝了这杯酒 今年必定顺利毕业 毕业毕业 祝你回国顺利 我顺利 我今年必定回国发财 小鸡送我的离别礼物 超可爱 这给我戴上 真的有戴啊 我上去 他太激动了 他要回国了 他要回家了 I love you